对牛弹琴 古代有一个名叫 顾明仪的音乐家 顾明仪对音乐造诣很高 尤其是弹得一首好琴 他弹出的琴声 优美动人 人们听到他的声音 便会如痴如醉 一天 风和日丽 顾明仪漫步来到郊野 他见一头牛 正在那葱绿的草地上 低着头吃草 那牛扇动着两耳 摆动着尾巴 显出十分得意的样子 美丽甜尽的郊野 激起了顾明仪的音乐灵感 心想 我何不弹奏一曲 优雅之音给这牛婷婷 于是他操起琴 便弹奏了一曲 尽管曲子十分优美 可是牛却无动于衷 还像听不见似的 仍然低着头 吃着草 自始至终连头都不抬下 郭明仪见此行情 非常丧气 但仔细一想 牛毕竟是牛 他怎么能听得懂音乐呢 想到这儿 不禁阳天哈哈大笑起来 比喻对宠人讲道理 白费口舌 用来讥笑人说话 不看对象 感谢观看